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自從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開 意味著進入中共二十大前夕 外界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 在央視的報導已經被停止更新 最後一則關於陳全國的報導就停留在7月29日 是他參加中共政治局第41次集體學習 而在之後的9月30日 習近平率領中共政治局等人到天安門獻花 以及第二日國務院的十一招待會 由央視的鏡頭看到陳全國也曾經有出席 但是他個人的報導就沒有更新 陳全國因為在新疆侵犯人權被美國制裁 之後在6月 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被認為試圖空多吉小 可能在二十大出局 現在他的新聞被央視殺停 不確定是否與這件事有關 外界也關注 陳全國如果出局 是否意味著習近平二十大之後 想謀求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外交樹敵導致中共被西方自由世界圍堵 以及清零政策摧毀經濟 一直被認為是中共內部用來挑戰習近平的主要理由 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分析說 目前中共內憂外患習近平非要連任 那就令到二十大前的政局很緊張 政治局常委中共元老內部對一些重大問題 諸如中俄結盟、動態清零、經濟萎縮、台海危機等 都存在不同意見 高文謙認為中共政治老人可能在主席團常委會挑戰習近平 如果有一個元老發難提出不同看法 其他政治老人響應的話 局面就可能失控 所謂驚險的一跳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旅美學者吳祝來也向《大紀元》表示 主席團制度確實是中共元老會起作用的環節 他說 我將這批人命名為深層中央 他們在平時是一種象徵性的角色 但是在關鍵時就有很重要的發言權 甚至有決定權 就是當所有的領導班子 完全違背了這批人的政治意志的時候 帶給他們的利益共同體政治風險的時候 他們就會聯合一起形成一些動議 改變一些規則也會改變領導人 不做來判斷 從北戴河會議到現在 高層的博弈、勾結、鬥爭應該一直都在持續著 就看習近平和元老能不能達成一個妥協 現在比較廣泛被接受的看法是 習近平三連任問題不大 就看中共內部派系之間怎麼分權力餅 前中共公安大學教師 現在在紐約執業的高光晉律師 在新唐人的《青英論壇》節目中 提出一個衡量習近平二十大之後權勢的指標 那就是中共總理由誰擔任 高光晉說 目前外界認為可能的人選包括胡春華、汪洋和李強 如果習近平將所有權力全部壟斷的話 他更可能會選擇汪洋而不是胡春華 高光晉解釋說 原因很簡單 如果習近平選擇一個非常年輕的 而且非常明顯是目前共產黨裡 精英派的胡春華的話 那就是向外界展示了一個信號 就是說他選定了一個新的接班人 高光晉總結說 如果是胡春華任總理 那說明中共黨內還有非常強大的抵制習近平勢力 如果是李強做總理 那就是倒轉 他的威權已經無人可以挑戰 如果是汪洋做總理 應該是一個折衷的選擇 10月10日 是中共十一場假期後股市第一天開盤 胡子、深城市創業版三大股市齊跌 其中胡子跌破了3,000點關口 胡森兩市有3,977家股票下跌 評判的有108家 這是近30年來第一次在中共黨代會前 A股指跌不升 分析指出 這個反映市場不看好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經濟 中國各大股市指數週一走低 美國公開芯片出口管制後 科技股開盤遭重挫 包括阿里巴巴、騰訊以及中芯國際等 中國科技巨頭的股價紛紛下跌 衡量中國半導體企業的中正存子半導體產品 與設備指數暴跌近8% 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下跌3.6% 中微半導體的股價暴跌超過17% 北方華創在週一開盤時下跌10% 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暴跌25% 創7年來最大跌幅 港股方面 週一開盤時中芯國際跌幅高達5.2% 華紅半導體暴跌10% 分析人士指出 美國將應對華為的制裁工具抗及整個中國半導體業 中國晶片業將承受與華為一樣的痛苦 據《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安全專家吉姆劉易斯認為 這將使中國島退數年 華興資本董事總經理吳思浩說 說輕一些中國公司基本上是回到了石器時代 分析指出 市場預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勢章連任 動態清零持續 加上美國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措施 都讓市場普遍不看好二十大後中國經濟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在雙十國慶日一日發表演講 今年的主題是 在後續任期要以打造人性國家作為目標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據自由時報報導 總統蔡英文在演講中 首先多謝國人共同努力 撐過疫情艱辛過程 亦提及面對疫情的世界秩序 台灣經濟、安全、民主都受到挑戰 有鑑於此 蔡英文談讀 在後續任期不僅要站穩四個堅設立場 更要強化四大人性 以打造更強人的國家作為目標 包含持續打造更精實的經濟產業、社會安全網 民主自由體制及國防戰力 最後蔡英文延續2020年勝選演講中 曾提及的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 台灣的經濟、安全、民主都牽動世界局勢的發展 不僅要延續去年所說的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俄羅斯連接克里米亞半島的黑赤大橋 Kurch Bridge發生大爆炸 引發全球關注 各方都認為它的意義極其重大 無論在政治上 還是軍事意義上 對俄羅斯對普京個人 都是沉重的打擊 而烏克蘭國內 也是一片深造不酸的恩喜和慶賀 但也有多方馬上發出警告 普京在自尊心受到重大打擊 和對他個人的公開侮辱的盛怒之下 恐怕會發動報復性行動 包括核打擊、爆炸事件之後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勢 可能進一步加速 果然警告聲未落 烏克蘭首都幾乎10號上午 就遭到俄軍導彈攻擊 幾乎傳出一連串爆炸聲 依據推特流傳的畫面 市中心霧出類似蘑菇雲的黑煙 蔣克里琴科 Vitale Klitschko透過社交平台Telegram證實 爆炸地點就在市中心的 石普琴科區 俄羅斯媒體透露 其中一處爆炸地點 就在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辦公室附近 同一條街上 也有烏克蘭安全部門的機構 扎蓮斯基也在社交網站 附上多段機庫遇襲畫面 從遠方可見震震濃煙霧上天際 近看轟炸現場已經一片狼藉 四處霧出火焰和煙霧 肉眼可以見到 有建築物和汽車受損 消防員已經到場救援 據官方統計已經造成8死24傷 外媒子春幾乎最少遭到4枚飛彈的攻擊 並形容這些攻擊事件 顯然是俄羅斯正在復仇 一名BBC記者 事發當時正在基庫某處屋頂 進行連線報道 目睹飛彈來襲瞬間 整個過程被鏡頭拍低 這名記者聚述 突然聽到背後有非常吵吵的怪聲 令到他趕緊回頭並朝天空查看 剛好有飛彈畫過天際 發出巨大聲響 據報導 不單是基庫 烏克蘭有其多多座城市同時遇襲 包括澤波羅伊、蒂涅伯羅等 澤連斯基因此指控 俄羅斯企圖把烏克蘭從地球抹去 同時呼籲民眾到避難所確保安全 領居《自由時報》報導 這次俄軍的報復空襲 可能是因為普京臨陣換將再出招 俄羅斯新任將領蘇洛威金 可能稱為戰局轉折的關鍵 他在這次俄烏戰爭中領導俄軍南部軍團 並參與過敘利亞戰爭等 戰功顯赫、富有經驗 熔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始創人 也稱他為傳奇人物 克里米亞大橋爆炸後 此人可能改變戰略 改為單一區域猛攻 但俄羅斯指揮系統一直是支離破碎 新將領能否改變局勢 配受揣測 但有跡象顯示 普京的日子並不好過 烏克蘭情報消息指出 克里姆林宮對政變擔憂日益加劇 普京在莫斯科 部署精英衛隊獨立作戰任務司 在首都設置路障 加強周邊安全戒備 並且逮捕被視為俄國安全威脅的士兵 此外 所有軍事單位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據報導 獨立作戰任務司 是一支1萬8千人的迅速部署部隊 目前隸屬於俄羅斯國家近衛軍作戰部隊 烏克蘭方面還表示 克里米亞的跨海大橋被炸毀 是莫斯科內鬥的結果 雖然幾乎受到報復性攻擊 但烏克蘭軍方一名發現人今天表示 從8月下旬開始反擊俄軍以來 烏方已經重新奪回 南部烏克松地區 克里斯科內 超過1,170平方公里的塞土 路透社報導 烏克蘭在東北部的反攻 達到迅速成功效果 但烏軍要在南部的 底涅白河 Nipro River西岸消滅俄軍據點 是一件更漫長更艱難的事情 還有一個月左右時間 美國就將進行中期選舉立 目前兩黨還在激烈爭奪國會的控制權 近日 歐普克加宣布 減產石油和民主黨 在選舉中帶來了新的不利因素 據美聯社的報導 石油輸出國組織 在10月5日 決定將原油日產量削減200萬桶 用這個來支持一蹶不振的油價 擾亂了經濟 但卻提振了共和黨人的前景 石油輸出國組織 在中期選舉前 作出大幅度減產的決定 令拜登政府在控制天然氣價格方面所做的努力 化為烏有 拜登在經濟問題上的表現 一直受到負面評價 MBC新聞最新的民調顯示 選民更喜歡哪一個黨這條問題上 但在處理經濟問題上 共和黨人高出了19個百分點 這樣未來幾個星期的經濟信號很關鍵 通脹和經濟收縮可能會降低民主黨 以微弱多數繼續控制國會兩院的機會 拜登近日警告 如果這次共和黨人贏得了國會的控制權 他們就會推翻最近通過的民主黨政策 目前美國通脹率高居不下 經濟產出收縮以及抵押貸款利率 已達到多年高位 共和黨人指責拜登的政策 包括去年1.9萬億美元的疫情救助計劃 和聯邦土地的石油天然氣租任放緩 推高了通脹並削弱了國內能源生產 共和黨議員表示 拜登否認油價和物價上漲為家庭帶來的壓力 無黨派的選舉分析家認為 下月參議院選舉將是一場激烈的競爭 他表示共和黨可能會重新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 從歷史規律來看 中期選舉通常不理於執政黨 控制白宮的政黨會在該選舉中失利 路透益索普的最新民調顯示 現在只有四成美國人認可拜登的工作表現 接近於5月和6月36%的歷史低點 益索普高級副總裁傑克遜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對大家來說 稀油價格的上漲或下跌 往往是經濟很與壞的信號 隨後產生的結果就是 他們喜歡或不喜歡拜登總統 傑克遜進一步指出 回顧過去6年我們看到 好像拜登這樣的支持率 約為40%的總統 他們的政黨不會在中期選舉中 贏得比現在更多的席位 他們平均會損失大約30席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請 hö意見 請教練 先 grupp下 等一下 先視頻 描述 按照 提交